嘉薇 黎哥 你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事呀 没什么特别的事就是 上次真的很对不起你 没有嘉薇 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 我才不应该那样呢 是我太激动了 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 不会的不会的 嘉薇 其实 我知道不怪你 你们的那个邻居爷爷 他什么事都跟我说了 他跟我说 阿姨是不是不同意 我们两个在一起呀 你跟我妈妈她什么都不知道的 你不要放在心上 他乱说的 我怎么可能放在心上呢 我知道我也不会怪她的 但是嘉薇真的 让你受委屈了 吃我的不好 对不起 别这样说了 等一下我先把这个放了啊 然后我们进去说太冷了 好 你这背的是什么呀 怎么背这么多呀 我刚刚去包玉米了 然后这个准备拿来点火的 哦 哎呦这个好重呀 还好 它都是干了的 嗯 好 这个也太重了吧 我们回去做饭吃 然后去烤火 外面太冷了 去你们家吗 对啊 你放心我妈妈不在家 真的吗 嗯 她等一下会不会回来呀 她应该要晚点再回来 没事的走吧 嗯 你确定你妈妈不在家吧 不在家 不然的话 我害怕 我害怕 要给你添麻烦 不会的 不会的 走吧外面太冷了 嗯 好 好 你这里都弄脏了 嗯 谢谢 嗯 走吧 嗯好 黎哥 嗯 家里没什么菜可以招待你的 我就给你煮个腊肉哈 不用不用家卫 你吃饭了没有 我吃了呀 我也吃过了 那 可是 不用做不用做了啊 我们就聊一下天嘛 好吧 哈哈 然后 我今天啥也没有给你买上来 哈哈 你不会又想给我买鱼吧 哈哈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每次上来都给我买鱼啊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买鱼吗 每次都 不知道哎 为什么 因为我想把余生留给你 我的余生就是你 我希望不是你 真的假的 真的 哈哈 哈哈 那好吧 呃 李哥你先坐一下 我给你烧火太冷了 嗯 好 好 那油板 那你自己拿 嗯 好啊 今天这个天真太冷了 是的 是的 小婉 你这个彩活烤起来很暖和呀 是吗 嗯 那你以后上来的时候我就天天给你烧鱼 真的吗 嗯 那这也太好了吧 哈哈哈 谢谢你 嗯 李哥 嗯 就是我希望以后不管我妈妈或者是所有人说什么 我就希望你不要离开我 因为我经常梦见你离开我的命 我很害怕 怎么可能会离开你呢 你不要想多了小婉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带我去你家呀 啊 你打算什么时候带我去你家 这 你说你要去我家吗 嗯 家伟啊 嗯 现在我觉得海福是时候 嗯 你也知道的 你看阿姨 她现在不同意 如果说我把你带走了 那她肯定会很伤心的 到时候 我们又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她 你说对吧 不知道 不是家伟 你知道什么呀 你不要想多了 不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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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家伟 你不要不高兴好不好 没有 你相信我 哦 嗯 一直都很相信你的一个 要不了多久 我肯定会 带你去我家玩的 只要你妈妈这边同意了 真的吗 嗯 真的 好 好 你要跟我烤土豆吗 嗯 你坐着吧 我去给你打 好谢谢了啊 小心吗 小心吧